在葛林多前书这里说 石兔保罗知道自己在葛林多前书的属性里面 他在那管教了葛林多人 管教都使他们受伤了 在这里说在这一封属性里面 是要给葛林多人在那疗伤 在那疗伤 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像父亲 父亲很严厉地管教孩子 孩子回过之后 父亲就会花一些时间来安慰孩子 我们连续的父和吃白板安慰的神 因这一段安慰的信 鼓励的属性 是葛林多信徒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鼓励 而慧改转向神 我们能用从甚受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 这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的警力 需要恩典 当我们有了警力 我们就有所要的属灵的本钱 有这个本钱去安慰别人 如果我们没有警力 我们没有恩典 我们就不能去安慰别人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警力管教 也从来没有受过苦 也没有得到过神的安慰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安慰别人 现在我们的唐庚礼弟兄 因为跌倒 他受伤了 他是我们的 他是身种姓的老夫人 是种姓的国家 也是我们种旅教会的老家长 今天他躺在病床上 正在医院里 经历了神的同在 我们就看着真是满有神的同在 也接受了神的安慰 求主恩典加多 保守他早日能够恢复 在美洲 我们必须先为着神的权益受苦 而得到主的安慰 保罗说 他像食量的人那样简单 实在是没有意见的 非常简单 他像食量的人那样简单 他不刷手啊 不运用天人的智慧 我们一个地方教会的难处 是什么 是从复杂而产生的 那我们教会里有难处 就是从复杂才产生的 有了复杂的人就有难处 我们都是简单的人 我们教会就没有难处 就没有难处 保罗说 我不信靠别的 只信靠那活的人为 就是复活的基督 这是保罗良心的见证 在美洲 保罗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都要效法保罗 我们有一个情节的良心 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我们要活出这个良心的见证 也做一个简单的人 福国的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是我们的救恩 祂是我们永远的神 阿们 祂是我们位于的依靠 位于的依靠 祂活在我们的里面 做了我们的人位 阿们 我们将基督活出来 我们将基督的荣光返照出来 阿们 能够彰显基督 阿们 阿们